一点那么一粗 如是道构成 中国传统的文化 顶之散促 雀疑不顾 佛教传到中国来 帮助儒根道的提升 同时儒根道 对佛也有护补 换一句话说 这三家都提升 非常难得 在中国这两三千年 每一个朝代 都有圣贤出现 这圣贤教育 佛菩萨出现 留下许许多多的作作 收集在大藏经理 我们 有信 生在中国 中国今天也是乱世 苦不堪言 这有信 怎么讲法 有信是 能遇到佛法 佛在经上 说得好啊 人身难得了 佛法难闻 得人身 闻佛法 这是非常稀有 难能可贵 为什么 只有佛法能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什么问题 生死的问题 出佛之外 了生死 出三界 做不到 世间宗教很多 宗教能帮助我们升天 高级的宗教 能帮助我们升四界天 五四界天 天有二十八层 佛说得很详细 二十八层再向上去 才脱离六道轮回 宗教里头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这个道理 也没有这个方法 佛教有 佛教的小臣 阿罗汉 四国四相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出国叫徐德华 二国 斯托汉 三国 阿罗汉 四国 阿罗汉 这四种人 超越 六道轮回了 真的把生死问题 解决了 可是 这四国修行 时间很长 要用我们 一般的来 这个观察 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怎样才能挣得出口 佛告诉我们 要放下 见思烦恼里面的 见惑 就是见烦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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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